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勇去世后哈文的身体一直处于不这么好的状态 再加上孤单的女儿还在美国上学 哈文在精神上更遭受很大的压力 如今几天没哈文的消息 不少老百姓对此更加关心 在李勇去世之前 哈文和李勇一直保持着 去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每年都进行体检 哈文在微博中说 体检结束 身体健康 合法办案惯例 互相握手表示祝贺 言语尖尽血甜蜜恩爱 而就在当时 哈文还回忆说曾经体检时 医生曾说这夫妻两是天生受人 超受体质 没想到造化弄人 医用两年后就确诊了绝症 而且哈文的身体也没跨越下 在外界三邦五次所传李勇一家移民 到美国和李勇为啥没有落 夜归根的情况之下 哈文和女儿仓受着精神上很大的压力 身体状况很差 两人也一直没有回国 在照顾李勇的整整十七个月里 哈文一日三餐没有少一次 为了让李勇能够早日康复 哈文还多次催着李勇的轮椅一起外出 哈文在照顾李勇上面劳心劳累 身体一度缠出很大的问题 照顾李勇加上失去丈夫的悲痛 现在只留下孤单轻语 哈文身体出现很大的问题 不过大家关注哈文身体的同时 哈文也多次回应大家不要担心 只是时间问题 的确李勇并倒在癌症面前 哈文成为宝脉图的唯一支柱 不少网友真希望哈文能够早天康复起来 和女儿一起好好生活 阿姨